這是膠帶 一般膠帶 這樣就可以直接放螺絲 位置也丟進了 大家好 今天要來換 筆電的D-REM 這是新買的 DDR3L 8G 8G 然後查過這台筆電最高的支援是6G 所以只換這兩條 來拆吧 這一台筆電是i7世代 三年前買的 當初買了21,900而已 三年前i7這價錢很便宜 但是相對評來講他的機構 設計的很 不親民 你要整個背板拆掉 才能換硬碟 然後要換D-REM要把主機板拔掉 所以買了三年 我也只 當初買來的時候有拆過而已 加D-REM 然後上禮拜換了硬碟 換SSD硬碟 原本剪片的時候 會鈍的 後來換了 SSD硬碟以後 轉1080的影片 順很多 剪片順很多 但是剪4K它還是會鈍 這是膠帶 一般膠帶 這樣就可以直接放螺絲 位置前丟進 以前是直接用雙面膠 泡明雙面膠 擰上去左右一個 但是那個太黏了 那個拔下來 螺絲背面都會有那個 雙面膠 這個換硬碟跟機卡就是這很麻煩的 因為它是便宜的 打開 三條線 這個叫觸控 觸控 觸控面膠 然後鍵盤的 鍵盤的 三條排線 看一下 印碟 網卡 這是 螢幕的 好 拔不下了 拔不下了 上次拔它是三年前 DDR3L 兩條 16G DDR3L 拔不下了 好 下面就裝回去吧 其實也不會 也不會花太久時間 只是 跟 那種一般 後背蓋可以打開換 硬碟跟DDR3L 來說 這種還是比較麻煩 不過 便利嘛 一年能拆幾次 買來三年以後 才第二次拆這一塊 我們先試試看 能不能開機 還在更新 開機好快 16G 那就關機鎖回去了 1 2 2 3 4 4 4 5 5 5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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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 貼這邊 就這樣貼上去 然後貼過來 有點更有濕的